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我去西藏 想见的人很多 尽管就回北京 我还是常常想着他们 我们每天晚上都看西藏的电视 我们家是订的各种报纸 其中包括西藏报纸 西藏怎么发展 发展到哪一步了 什么事情怎么回事 我们就是西藏大学 我们远都看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老先生一直在回忆 他那些为了西藏和平解放 不断奋斗的那些光荣岁月 老先生心心念念的事情 就是他曾经生活战斗的这个地方 发生了哪些这种变化 他曾经生活战斗的这种变化 他曾经生活战斗的那种变化 非常深刻的变化 如果做那个大锅羊肉 里面要加土豆 真的我爸做不得好吃 还有五分钟 吃完一下就出来了 对这个一定要一定要背景 水有的场 感觉变藏的梦 哈哈哈哈 岛也无语了 哈哈哈哈 转转的梦 像巨龙 飞飞飞飞飞飞 我们一起去吃饭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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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自己的父母身边的时间会少很多 可能有时候两年一次 可能有时候长达三年一次 所以带了两个箱子 因为过年过节和之前记载的礼物 全部都装的满满的 特别大一个箱子 就给他们把礼物都带好 旅途中可能会比较劳累 但是我人是还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 我每次从北京里然后飞到拉萨的时候 妈这个很小嘛 你说一个年纪大的一个人 像个小姑娘一样 我从没过来的时候 她就蹦蹦跳跳这样过来 我说哎呀呀呀呀谁要那么开心 她就这样过来 对 所以 太想了 张云老师呢 参加工作 就在张云中心一来 经常去西藏 但是第一次坐火车去西藏 是不是这样说啊 我们这个坐火车 可能更接地气一点 经过了一些不同的地形地貌 刚才还有田地 然后还有 我们现在遇上这样山 这样的隧道 这样的一点一点走 可能对人的这种感觉 是吧 可能也是 也是有点 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了解青藏结论 克服了动物土啊 包括你动物保护袋 怎么解决这问题 我们理论上 应该说了解了不少 但是 究竟怎么做 那这次才是我 我非常想期待的 如果加上我这次穿行 藏美地区的话 我基本上走遍了 西藏不仅把它作为我的一个工作 工作目标 工作工作对象 带着理性 也带着情感 所以说有这么十多天的婚嫁 正好就实现我从小这么一个愿望嘛 就去拉萨了就行 你现在到拉萨想做什么呀 拉萨的话 我们就想去好多很多地方 布达拉宫 大昭寺 八阔街 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清单了 对 而且我们还要去珠穆拉瓦峰的那个珠峰大本游 去看珠穆拉瓦峰 你们二位是为什么要到拉萨去啊 我已经24岁了 然后我没有来之前 我是做办公室当资料员的 不喜欢我的未来一直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决定辞职 然后我要结婚了 然后我就想婚前来一个旅游 也就是想放纵自己 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那就想着把所有的烦恼都留到旅游之后 我看您看的那个册子是什么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像跟铁路好像是有关 您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同志吗 对 我是这趟列车首发时候的工作人员 这个是我们那个T278次 2006年开通以后 5周年的纪念册 就是您第一次进藏的时候 您觉得当时那个西藏跟您印象当中那个西藏有没有落差 2006年的时候 在我印象里头 除了拉萨站的一个主体的结构建筑 左手边有个柳雾汽车站 其他公共主义 当然拉萨也没有纯工业的生产 看着就是建设方面差了一个时代 那您是什么时候觉得我跟内地的这个差距实在变小 应该就是在拉萨铁路开通以后 到了07年08年吧 是一个建设的一个高潮 在06年通车以后就是车上的这个人员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刚开通的时候你像旅行团为主 新闻媒体比较多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你像一些这个藏族的学生 还有一些就是往返于这个西藏和内地的做生意的人 也认识到这个车了 西藏这些先天性心脏病小孩 也开始认识到乘坐这个火车进京来看病 在我这个走这个精脏线十年间吧 运送了这有几百名这个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 少的一趟车有几个 遇到最多的时候有62个先天性心脏病小孩 就在一趟车上 就在一趟车上 就是每次一运这个运输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小孩 哎呦自己这个心理压力就更大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心愿呢 就我们这次去这个拉萨 其实这次去拉萨啊 还想见见就是曾经坐过我们这个车 来北京治病的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小孩 他们现在啊也长大成人了 看看是不是成为建设西藏的洞梁 因为北京的生活节都比较快嘛 所以就是我们想坐着火车一块去的时候 把这个沿途的美景 然后就是呃看了享受了 然后把自己生活再放下来 我这次激荡就是参与的事 退伍到在这边过去有朋友吗 过去看一下朋友 一直挺期待的就希望非常圆满 非常舒服的走这个西藏 嗯看一看走过的大河山 今年是和平解放七月七十周年 我觉得太兴奋了 而且是建党一百年 我觉得应该利用一下 然后体验一下 其实现在发展的不错 啊因为我的那个那个大孙子和那个孙女 我家孩子带去了 回来和我们讲 我觉得哎呀我太兴奋了 我也得去看看 去西藏是个向往 因为神奇的地方在西藏 到我来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去看了神奇的巴格拉 去看那最美的歌像花样 新开在雪山下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飘起那热烈的雪山拉拉 我训练力也会可以 你应该可以在哪里 至少小的仇格数我 最再神话天堂 一字不太azz 一起吃 喝杯 一字不太愚蓝 一字不太愚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